我是一个大学生,从小的时候就很听父母的话,所以一直都在上学 十年寒窗的时间里,我也没有选择谈恋爱,所以我就成了人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虽然我的上学成绩非常好,自己也有一个很幸福的家 家庭条件也很不错,可我对爱情这一块一点都不懂 不知道如何追女孩子,更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所以我现在二十六了,都没有谈过一个对象,让我的父母非常的失望 而且他们也非常着急,因为他们觉得比我家穷的家庭都抱孙子了 而自己家的孩子连女朋友都没谈过 不久后家里面人就给我安排了相亲,可是我都看不上别人 因为我觉得他们太过张扬了,我很不喜欢这种类型的 有的要么就太过于妖艳,打扮得跟个夜总会小姐似的 有的就满嘴脏话,总觉得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没人不认识她一样 非常的高傲,而我也肯定接受不了这样的女生 后来我父母对相亲这件事也是伤透了心说 不管你了,自己的事自己看吧 而我那个时候也下定决心,一定带着女朋友回来 让爸妈瞧得起我 几天后我就觉得自己一个人去外地走走 幻想着能在大城市找到我的另一半 一个星期后我就赶往了外地 由于我是一个人去了外地,也没和家里面说 所以找工作是第一件大事 可我一直在外面整整找了一个星期的工作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我走的时候身上也只带了一千块钱 这几天已经花了六百多 身上就三百多块钱了 如果说再找不到工作的话 我可能就要露出街头了 后来实在没办法 为了生存随便找了一个服务员先干着 就在我租住宾馆楼下的一个饭店 在那里我也认识了我现在的女朋友 可以说真的是柳暗花迷又一村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非常的安静 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静静地玩手机 我从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她 她是饭店的收银员 我对她可谓是一见钟情 后来我很自信地和我妈说 我在外地谈了一个对象 让他们给我打点钱 我妈一听高兴坏了 直接给我转了一万块钱 我有了钱就大胆地追求那个女孩 后来经过我的软膜硬泡 她同意了 昨天是我和女朋友认识的第38天 这是我第一次跟女孩谈恋爱 说实话还有点挺不自在的 晚上下班的时候 她跟我说她家里父母想见我 因为她的年龄也不小了 想早点找个人嫁了 而我也同意了 买了好几百块钱的东西 去看了她爸妈 她爸妈对我的印象非常好 于是就邀请了我父母和他们见面 我爸妈也同意了 于是就选择了我女朋友 她舅舅的饭店 吃饭的时候 她妈和我爸妈说 远到的都是客人 这顿饭我们请 随之吃完后 我女朋友他们家迟迟没有去结账 我妈没办法 自己跑去把账给结了 随之过了不一会儿 他们娘娘就回来了 看到我们已经把账单结了 账母娘还假兮兮地说 哎呀亲家母你也真是的 我请你吃饭 你怎么提前把账给结了呀 你这弄得我多不好意思 我父母说 没事 随接账都一样 和他们家打了招呼 我们就走了 我带爸妈去了宾馆休息 爸爸妈妈睡了 我却久久不能入眠 这样的障碑娘 我怎么能受得了 不行 明天就得去分手 觉得他们家做的太过分了 这样的障碍 我让你们看 你带来